大家好,欢迎收看志愿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了解《易经》的智慧 《易经》被称为《六经之首》,是博大今生的古老经典,也是一本哲学书 它其实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译书 非常可惜的是其中的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了 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 《易经》在儒家文化当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也被道家尊为三贤之冠 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它晦涩难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研究 很多人也在《易经》里寻找到了人生的智慧 不过不同的人肯定有不一样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和理解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易经》当中一些对我们的人生有警示意义的名句 相信对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规避人生风险,会有积极意义 意思是处在尊贵的地位不骄傲,处在卑微的地位不自倾自荐 平时勤奋努力并随时保持警惕,那么即使是处在危险的境地,也不会招致灾祸 这句话很睿智 处在高位而不胜其林人,就不容易树敌 在低位不妄自菲薄,就不会越来越自卑失去自我 不卑不亢而又勤奋努力,是摆脱灾祸的法宝 还听过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别人疏远你,就表现得比他们优越吧 如果你想要得到朋友,就不要处处喜欢去出风头,只顾表现自己 下一句,善不羁不足以成名,恶不羁不足以灭身 这句出自周易细词下 意思是,不坚持长期做友谊的事,就不能成为一个声名捉住的人 而一个人身败名裂,自我毁灭,则是他长期干坏事的结果 所以善恶无论大小都不可轻视 积小善可以成大善,积小恶可以酿大祸 就比如在事业上,不付出艰巨的劳动,不脚踏实地的工作 不长期地点点滴滴的积累,是难以成名成家的 同样的,没有平时的为非作歹,酷恶不圈,也不至于导致大祸降临 俗话说,善恶终有报,好事做多了,自然有福报 恶事做多了,就容易招致灾祸 这其实也是一种因果关系 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意思是君子需要谨慎自己的语言,节制自己的饮食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仅需要拼体力,更要拼耐力 这个道理谁都懂 可是真正实践起来很多人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身边有不少朋友,三十来岁的年纪 却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或者太拼,身体已经严重透支了 怎样跑到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一经的智慧 就拿慎言语来说 自己少说话多做事,那么心神安宁,则神采奕奕 在生活当中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一个人如果是拉扯住别人就叙叙叨叨半天的 这样的人通常没有神器 另一方面言多必失,或从口出 很多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不少的是非纠纷就是这样引发的 所以一经提示我们,要以慎言语 至于节饮食的重要性就更加无需赘言了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慎言语,节饮食,就是提示我们要提升休养,保养身体 养得和养生共同进步,才能走得更远 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智者也 是过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智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凡是陷入被动和危机的人 都是因为他先前在他的职位上太安逸了 而灭亡的国家,则是因为先前自以为这个国家可以长存 居安思危者,昌盛 得意忘形者,败亡 灾难并不是最可怕的 比灾难可怕的是人们的麻木 生活需要警醒和警惕 居安思危才能防患于未然 意思是积累善行的人家必定会有吉祥 积累恶行的人家必定会有不敬的灾阳 为什么我们和有些人交流的时候 会感受到一种如木春风的感觉 这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充满爱 有教养的环境下长大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很大程度受到家庭的影响 而一个友好家风的家庭 也会有更大的概率 越来越兴旺 个人和家庭是相互影响的 意思是勤劳又谦虚 将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谦虚不仅仅是学习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 因此它就不仅仅可以使人学有所得 这种态度也可以使人更容易得到 大家的理解尊重和帮助 这样一种态度 做任何事情都会比较顺利 比较分通 至家应该从一开始就立下规矩 防患于未然 如果这样做了 家人就不容易出现过失 就能减少很多后悔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不过有许多家训 都说明了一定的规范 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立好规矩防患于未然 孩子就会少犯错 也不用事后来悔恨了 饮酒如首 亦不知皆已 意思是经常纵情饮酒 不知道节制 总有一天会悟了大事 这里强调的是自律和度的重要性 万事过犹不及 适当的享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过分的安逸享乐 则会消磨人的意志 让人一无所成 再比如过度饮食 则会损伤健康 过度饮酒 容易伤身等等 挟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获得更多的幸福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 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 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